歡迎收看WC Watsons Class is Watson, Academy of Hwasan 今天要介紹排之生Undercover 1969年在童申出生的高橋頓 從小就很喜歡畫畫 常常會畫怪獸、機器人、甚至是惡夢之類的 青少年時期的他喜歡看日本電影、聽龐克音樂 也常常跑去東京的唱片行閒晃 後來他開始對時尚產生興趣 不過他有興趣的並不是服裝本身 而是這些服裝所傳遞的訊息 19歲那年他離開家鄉 前往位於東京的文化服裝學院就讀時尚設計 但那裡的環境與氛圍卻不是他所期望的 首先他對於從比他年長許多的老師身上 學習設計這件事感到懷疑 所以他告訴自己 只要在學校學習技巧就好 再來是他原本以為那裡會有很多很酷很有趣 或是像他一樣喜歡音樂的人 但事實卻完全相反 不過幸運的是 他後來認識了藤元浩、Nigo、Gmilk的主理人 Hitomi Okawa等人 而這也大大影響了他往後的人生 有次Hitomi帶他看了一場Comme de Garçon的秀 他為之震驚並意識到 時尚設計是一種完全自由的創意表達形式 穿酒保齡透過作品說著 不管是先鋒前衛還是街頭潮流都無所謂 創意就是創意 1990年還是學生的高橋頓成立了Undercover 並從T-Shirt開始做起 三年後他和Nigo共同開設了名為No Way的傳奇店舖 取名自P頭4的歌曲 No Way A Man 該店販售他自己的Undercover 還有和藤元浩一起合作的AFFA 以及Nigo的BAPE 和一些他從海外引進的服飾 另外西山側和Skate Thin的FPAR 也都在這裡販售 他們使用鐵網來分區 藉此表達不同的興趣以及思考方式 此外他們也利用Asian雜誌的專欄 Las Orgy 3 來推廣自己的品牌 1994年高橋頓在東京發佈他的女裝首秀 值得一提的是 穿酒保齡還買了當中的一件MA1夾克 後來有次高橋頓在逛Comme de Garçon的時候 店員告訴他 穿酒保齡想要買一雙Undercover的鞋 所以他就馬上寄給他當成禮物 而穿酒保齡也寫信表示感謝 開啟了雙方的友誼 後來在穿酒保齡的鼓勵下 高橋頓在2002年遠復巴黎辦秀 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秀前不斷向大家宣傳 Undercover這個品牌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因為他才來看秀 而高橋頓也沒有辜負他的期望 這個名為Scape的系列大獲成功 讓他順利登上國際舞台 品牌的風格 常給人陰沉、灰暗、詭訣、怪誕 或是超現實之類的感受 而這樣的設計靈感主要來自於 他對龐克以及電影的熱愛 他表示 他想讓龐克變得優雅 對他來說 透過作品來詮釋成長過程中所吸收的音樂和電影 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因為他塑造了他 而一直以來 他都對反叛精神很有興趣 所以他決定不只是要做出那種看起來很美的服裝 更要把文化融入其中 這樣的理念也完美呼應了品牌標語 We make noise, not close 也因此我們常可以看到各種充滿龐克反叛精神的設計 有趣的是 品牌就連聯名的設計 也都很叛逆地吐槽對方 另外大家所熟知 和Nike合作的系列 雖然在設計上是以實用導向為主 但其實這個名稱也是取自於 他在公園跑步時會逆時針地跑 還是充分展現了龐克的反叛精神 不過品牌雖然叛逆 但真的該守規矩的時候 也還是會發揮力量為社會福祉發聲 而除了反叛精神以外 系列中也常出現探討惡元性的設計 高橋頓表示 一直以來 他都對那種陳述人性的二元性 或是會讓他感到焦慮的電影深深著迷 他認為這就是造就他風格的原因 另外他也曾表示 大多數的人喜歡那種 只是很可愛但沒什麼內容的東西 他認為是十分膚淺 人是有很多面向的 而他也試著深入探究與挖掘 確實如果你有在關注這個品牌的話 就會發現 高橋頓對文化的理解真的非常透徹 而且在經過他轉化思考之後呈現出來的設計 真的會讓你為之驚豔 你可以透過他的作品感受到這個人 不管是他的喜好還是對人性的思考 或是生活態度等等 都非常真實地呈現 而且因為他忠於自我 所以也很自然地形成了都友的美學 而這種由內而外的思考方式 也才是品牌想起爆我們的 也就是先有想法才有服裝 他們真正想做是讓我們思考讓我們挖掘 而不是服裝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想法都會以下留言 喜歡的話請按讚加訂閱 我是WASM 我們再見 掰掰